大家好,我是Ki-san 很高興今天可以介紹給大家 我家鄉的食物 這個叫做北海道的湯咖喱 其實很多朋友,很多觀眾都有問我 何時Ki-san可以介紹湯咖喱 因為這個是北海人認識的 其實也不是 從幾年前回日本的時候 北海道咖喱是九州內地都看到 我猜到大家都有吃過日本的咖喱汁 就是有甜甜的去 汁是稀少少 接著留一點有少少Spice的味道 咖喱其實用很多用蔥的 大家知不知道呢 我想印度式的咖喱汁 應該都用很多用蔥的 那我一陣子呢 這個煎一煎 幾個字 拉出來本身那個 用蔥的自然的甜味 所以呢 大家常常切好一點 因為這個煎的時間都很久了 所以 先做這個煎洋蔥了 先做這個煎洋蔥了 加一點油 而且火力是小火 非常非常小的火 不然的話 會很長的 本身那個洋蔥的顏色是白色的 那萬福慢慢慢慢就好呢 他做用三個之後呢 他會變成黑色的 本身那個洋蔥呢 有些炒出來 看到那個顏色都有很方丈的嘛 這個是本身用蔥的那個甜度來的 現在我們 雞 先做一些材料 通常都是呢 我們湯家裡 主要的那個材料呢 都是雞 或者雞 雞 但是大家都 當然可以用回其他的材料 重量呢 有另外骨的那個肉 好味點 我覺得 因為一會兒會煎湯的 有骨的煎 幾個字時間呢 我們 湯底都是 有好味道 現在拿了一些鹽和胡椒粉 然後 剛才開始用這個日式的咖喱粉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手道的話 盡量 用這個手道好一點 有機會呢 這個咖喱粉 皮膚都很辣了 那 大家可以蓋住保鑫廁 買賣的書櫃 幾個字 起碼到四個字 有時間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那 看看這個咖喱 還沒 入到 這個 開用 通咖喱的其他的特色呢 加了很多材料 平時大家吃那個 日式的咖喱飯都有材料 但是通常都切小塊 但是因為 煮很久的時間呢 那些醃蔥 都是用完了 看不到 今天呢 我用這些小仔 有米皮 我們吃了 因為那些皮的中間 有很多營養 所以大家可以 新鮮吃到有米皮的小仔 或是盡量食物 那麼 表面呢 有一點點 都是用手 這樣 沒有細乾淨的話 沒有問題的 紅蘿蔔 我已經泡了皮了 會不會切小塊 對 別這麼多 最多都是切一半 如果有的話 這個 廳的 綠色位置 都是 手末 嗯 這樣說 可以幫助 咖喱辣的味道 可以試一下 加上這些瓶 那現在呢 我們煎一煎 這個 開脆的表面 首先呢 我們 蘿蔔 蘿蔔 和香蔔 那 開始有滿多香味 加上這個 開脆 好 再一次 現在 這裡的目的 是 放在表面 不是說熟了 所以 全面 有看到那個 金黃色的話 可以關火 好 OK了 關火 剛剛我下了油 好 首先 下了 小材 然後呢 紅蘿 剛才呢 我準備了那個 楊蔥 大家都看到那個 楊蔥的顏色 都是飛飛的 但是 今天的那個 食譜呢 我想開始 給大家 最簡單的 基本的 煮法 所以呢 我今天 炒一炒 四個字 的時間 變成這樣的 顏色來的 現在我加上 一些 咖喱粉 這裏呢 大家可以 快點 攪拌 否則 汁底 即是焦 那我們 加水 然後呢 然後呢 糖果汁 打開的時候 我開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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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底 然後 扔上去 剛才那個 表面 煎了的 這個 雞 現在 放在這裡 好 那我們 鋪三個字 時間 好 現在 燜了 十三分鐘 差不多 小仔和蘿蔔 都是熟的 那 我想 現在 加一些 黃色的 醬 進去 煮 三分鐘 就可以了 不需要煮 因為煮很久 它會 軟了 口感都不太好 所以 短一點 煮一會 然後呢 大家可以 加一點 鹽 那些 咖哩汁的味道 呢 做得很好 OK 關心健康的朋友呢 不需要 加分特等多點鹽粉 這個 為大家健康的問題 我本身 都不會加很多鹽的 白飯呢 我們 不會用 碗仔 白飯 出來的 通常都是這樣的 碟 西式一點的 吃法 這個 不可以 湯咖哩 完成了 大家 享受 日本的咖哩飯呢 不同 湯南華色的咖哩飯 不太辣 皮膚都甜一點 那這種韓式的餅豆呢 我們通常都是日本 很普遍的 日本都是香港有的米 我推介 大家都可以選擇 這種咖哩飯 另外一個湯底 黃色 紅色 這樣的包裝 日式的超市 有的味道 那這個 不同的 筍肉 的味道呢 因為基本的味道 是 素材的湯底 來的 很清楚的味道 有沒有這個湯底 的味道呢 食物的味道 都差很多 很漂亮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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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